5月9日18点40分许 成都市第49中学 高二学生林某某在学校坠亡 该事件疑点重重 在质疑之前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时间线 5月9号下午5点40分 林同学被母亲开车送至学校 6点40分发生坠楼 8点30分 救护车8点半到学校时 我儿子已经停止了心跳 甚至没有去医院 直接就拉去了殡仪馆 9点 9点我接到学校通知 告诉我儿子已经没了 学校方简单告知了我 死因是从楼道坠落 学校现在的做法是 将我们家长全部拒之门外 无可奉告 想看监控不可看 想问问同学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 学校第一时间遣散了班里所有学生 并警告他们三间七口 我们在校门口守到深夜 没有任何正面的回答 是日早晨 今早去看了监控 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 10日下午2点30分 学校发布事件通报 仅仅是个通报 无任何有价值信息 11日凌晨3点54分 成都成华教育发布 关于成都49中 一学生坠亡的情况通报 通报排除刑事案件 基本判断该生是因个人问题轻生 11日8点28分 林同学母亲发文称对声明不认同 我在此郑重声明 今天早上成华区发的声明我不认同 发布内容存在很多疑问 我会继续向警方和学校 要求他们给我事实的真相 我要求见我儿子的直接老师 我要求看到全部的视频 这个结果我不认可 11日11时许 校方否认学生坠亡与化学老师有关 都不是真的会继续发生 事件疑点重绸 非常蹊跷 对于两则通报 除了家长不认可外 公众同样不能接受 那么都有哪些疑点 1 5点40分入校 6点40分坠楼 这一个小时林同学的行动 轨迹是怎样的 2 坠楼后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叫救护车 救护车直到8点30分才到 差不多两个小时 是否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 3 报警时间是什么时候 4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家长 家长在晚上9点 才接到孩子出事的消息 难道孩子身份确认 需要两个多小时 5 家长到校门口后 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入事发现场 为什么不让家长接近孩子遗体 6 为什么到第二天早上 才让家长看监控 而且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 7 孩子为什么在教师楼坠楼 8 为何不是警方独立发通报 而是联合调查组发通报 9 在网传学生坠网与化学老师有关 网传原因是坠网学生占用了 化学老师孩子的出国名额 对此 49中工作人员表示 网传信息都不是真的 学校凭什么如此快递下结论 这不是真的 而不是把相关信息提交警方 由警方侦查后再下结论 10 家长发文中的水太深 随便我们怎么闹这些又做何解释 家长在10日发文称 心急如焚的我们也第一时间求助了各路媒体 大家大致听了一下事件 都表示无能为力 不敢发声 甚至有媒体表示 背后的水太深 叫我们别白费力气 现在竟然听说 学校已经想好了对策 舆论不怕 法律程序更不怕 随便我们怎么闹 其他网传细节更令人毛骨悚然 在未经正事前不信咬不传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于如此多的疑点 家长表示 如此草率的公布这个结果 我会继续行使我追究和上诉的权利 愿此类校园冤案不再发生 同样的追星之痛 不要再有人承受 也请你们还我儿子一个公道 儿子你知道此刻妈妈的心有多痛吗 妈妈好想永远陪着你 本频道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 感谢你的订阅 评论姐支持